外资巴黎证券则是预估了 宏达电第二季的获利可以达到25.81亿元 EPS上看3.1元 两个证券则是预估宏达电等到 接下来第三季的营收 渴望继续放大到836.78亿元 EPS上看5.4元 宏达电新HTC1继台湾中国等地传出好消息后 在美国市场更传出销售超过三星S4 荣登亚马逊榜约手机销售排行榜冠军 出货顺畅将带动5月营收比4月增加百亿元 介于295到300亿元之间 月增率将达50%以上 从新HTC1量产以来 严重困扰宏达电的相机模组供应瓶颈 在5月底已经解除 外资巴黎证券预估宏达电第二季机黄发威 加上其他中阶手机助阵 渴望出货300到350万只 营收超过700亿元 单季获利25.8亿元 每股获利3.1元 凉阳证券也预估第三季在新万家族M4 蝴蝶机二代以及5.9寸大萤幕手机陆续登场下 营收将持续放大到836亿元 寄增16% 获利上看45.93亿元 每股获利5.4元 而且营益率肯定比第二季的1-3%明显成长 红达电周一上涨14元 以290.5元作收 涨幅超过5个百分点 外资终结连期卖 转为买超1438张 自营商也大买1320张 三大法人总共买超2746张 不过上游邻组件供应商也传出 6月新机黄出货量恐怕不如5月 营收能否持续走高 仍有待观察 东森台新闻综合报道